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 被喵哈來 抓來拍 端午節粽子交換計畫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真是個炎熱的夏天了 炎熱的夏天 誰要再吃那種 熱乎乎的粽子啊 我跟你講 我想到了一個好點子 在我跟喵哈討論 要什麼時候交換粽子的時候 他朋友跟我講了 半糖掃冰 我想說殺小 然後突然間我靈光一現 半糖掃冰 台灣最獨特的理由是什麼 Bubble Milk Tea 珍珠奶茶 所以說我們來用珍珠 奶茶來做 短午節的粽子吧 首先需要準備的材料啥 吉利丁粉 如果你沒有粽子的話 你可以先用這個 烘焙紙來代替 啊如果你有粽子 就直接用粽子了 紅茶 我買了摩斯 我拿來煮紅茶 我覺得摩斯的紅茶 對對味了 珍珠跟奶 跟牛奶走 我們來到了我們最疼愛的爐子前面 不是 我們 不是 我們不應該先到爐子前面 我們不是 我們不應該先到爐子前面 我們應該先做的一件事是 對焦 不是啊 吉利丁粉 我們要先泡吉利丁粉 吉利丁粉 在使用之前要先泡水 讓它吸水軟化 然後才能加入 要做的東西 我們需要準備大概 20克的吉利丁粉 20克加3倍量的水 就是60克的水 所以20克的吉利丁粉加60克的水 60克的水 60克的水 60 然後20克的粉 不要攪拌它讓它自然沉澱 不是說讓它自然沉澱 應該說讓它吸水 好 那慢慢吸水吧 各位朋友 我們要開始進行下一步就是 煮 煮奶茶 啊奶茶呢 我的原則 我沒有什麼原則 我管它是1比3還是3比1 還是6比9 還是7比8 我就是 幹你娘家暴 舒服 然後中小火讓它煮 這時間呢 這時間我們就只能慢慢等 然後也不能幹嘛 來講一下 我之前有看了一下 前面的幾屆粽子交換大賽 你們是惡魔嗎 你們是 阿苦馬嗎 你們做了什麼 好 好像開始有點小滾 可以開中小火 進到中小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黑糖加拿 配珍珠下 這是我 我從別的地方幹來的珍珠 油軟吧 下去 登登 青蛙下蛋 挺燙的 可以是時候加幾粒丁粉 加幾粒丁粉之後 你們是想看到我臉阿 加幾粒丁粉 加幾粒丁粉之後就可以 等它煮到整個都化掉 就可以關火了 Oh my God 這什麼 好像太多了 還是還好 應該還好吧 反正是喵花當實驗品應該沒差 喵花表示難過 好了 這一鍋起來之後 等一下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的終極武器 看起來蠻好吃的阿 好了 差不多融化之後 阿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小嘗試 就是頭不能往爐子這邊生 不是啦 就是吉利丁粉 它不適合在很高溫的情況下 烹煮 你大概六七八十度就差不多了 不能太高溫 好了差不多應該都化掉了 化掉就可以關火了 關火之後 來到了我們最重要的地方 來到了我說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的地方了 就是這一個 這是什麼呢 烘焙紙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任何 任何可以拿來裝它的器具 所以我只有烘焙紙 所以我把它當作像粽葉一樣 把它包起來 有沒有看到 粽子是這樣放完東西之後 把它這樣包起來 所以差不多 然後我們現在要拿 更厲害的東西 保鮮膜耐熱溫度 140度 140 相信它相信它 阿 就是我們把珍珠先咬一小坨 咬一小坨就好 可以唷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很可以 然後再把奶茶多倒一些進去 好的 差不多像這樣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下一杯 好的 我們先這樣吧 先這樣把它拉起來 然後冰到冰到冰箱裡 有耶 它已經過了 這讓我想到我去年粽子也是 就是在黑雲面前包 然後最後再丟給它吃 真可愛 各位好 現在是時間 一點 一點多 一點半 我把小雨的飯糰拿來蒸了 對 小雨的粽子 總啦 我們的粽子交換禮物 我是拿到小雨的粽子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雖然它很小顆 它叫我熱它啦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真的 這你的年齡 這味道是對的嗎 它有這種 它有賣場的味道 我不太喜歡 這是什麼 欸這個味道 小雨 這樣是對的嗎 榴槤 我突然想到就是 就是賣 你進 全聯 賣場 就會聞到一個 奇怪的東西 然後你就知道那個東西吃吃的 榴槤 好餓喔 榴槤玉米粽喔 我不敢相信我人生第一次吃榴槤 居然是在吃榴槤粽子 榴槤粽子 馬鈴薯玉米 好啦不難吃啦 但是榴槤 榴槤可以熱的嗎 榴槤是可以熱的嗎 欸小雨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我要找到你的住家 然後幫你再送你一顆粽子 就這樣 暫停學吃粽子 嗯